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或许出席人数不尽人意 但在宣誓隔天 华盛顿街头放眼望去 几乎都是黑压压或粉红色的人头 而他们的目标就是特朗普 女性游行周末正式开跑 保守估计至少20万人从全国各地 涌入特区独立大道和白宫附近范围 挤满了种种6个街区 许多人头上都带着全球女性 无常编织的粉红色猫耳帽 宣扬女性平权 而怒火中杀的原因 就是为何一名涉嫌性侵女性 扣出慧言扁逼女子的人 竟然可以当上总统 嘿嘿 吼吼 Donald Trump has got to go 嘿嘿 吼吼 Donald Trump has got to go 我认为是测试 我认为我们需要站在一起 和真的表现我们不相信 我们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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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在一起 和我们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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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不相信 我认为 我认为 总统就职以后一般都会享受短时间的蜜月期 但堪称美国40多年来 后任总统支持率最低的特朗普这一回 却栽在自己的手里 除了华盛顿 包括纽约西雅图和芝加哥等至少10个大城市 都有女性上街捍卫姐妹们的尊严 美国经历丑陋的大选后 分裂对立的社会还在弥合阶段 但和平的呼声中 凸显了社会的愤怒和怨恨 特朗普和共和党或许掌控了国会 不过却无法得到强大的民意委托